第十题 以知这两个方程式的图形均为圆 要求连心线的长度 那我们要分别把圆心求出来 O1的坐标是00 O2的坐标 负的二分之d d是负16 Y坐标是0 所以O2的坐标会等于80 圆心求出来之后就可以求连心线的长度 那因为这两个圆心的Y坐标都等于0 所以直接X坐标相减 加绝对值就等于8 因此这题要选B